歡迎收看本期的極速點評 各位好 我是小友林老師 大家看標題應該已經知道了 在三星杯決賽的第二局 老師指出了十個本局的關鍵處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在白旗第210首擋在這裡的時候 直黑的柯傑在這裡夾了一首 當時我跟鋼哥 也就是這個葉鋼廷七段 都認為白旗擋在這裡 黑旗是沒有刺一手的 但是我錯了 對不起 由於這個極速點評 老師想搶快的關係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現在世界大賽 的旗幅一出來 就好多位圍旗的YouTuber 還有UP組會發影片跟視頻 那其實我的影片是最費工的 因為除了要用腳架拍攝剪輯以外 還要進行後製跟導出 其實蠻費時的 所以當時呢 並沒有研究的非常透徹 但在影片發出之後呢 其實蠻多觀眾就已經在底下留言跟我講說 我這個地方看錯了 我也有給予回覆啊 就是告訴大家我錯了 我沒看到 但由於呢 剛好啊 在議課上面呢 胡耀宇老師有發了一篇呢 關於本局的關鍵處 竟然竟然各位 我在看完之後發現呢 這個錯誤真的是有點巨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竟然是柯傑故意 給申真序設下的陷阱 那非常感謝呢 各位觀眾給老師的指證 那議課呢 我最喜歡看的齊評啊 就是胡耀宇老師 以及老中醫楊東 其實我都有看啦 但由於當時錄視頻的時候 還沒有這些講解 所以我只能自己瞎摸像 那剛好呢 這個部分我講錯了 但沒關係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 我們先倒帶回去看一下這個進程啊 在第209首的時候呢 直黑的柯傑剛剛在這裡接住 那根據呢 胡耀宇老師賽後 他有詢問了一下柯傑 對局時呢 他究竟在算什麼東西 其實 他說 他說他早就已經看到了後續的手段 他也知道 這個棋如果正常來走 小敗已成定局 所以呢 他進行了一個豪賭 但這個豪賭 必須要有申真序的配合才行 此時 如果小生啊 在這邊 中間虎一手 如此 不管怎麼走 大概呢 白棋最終都可以贏兩至三木棋 但高手的世界其實我們是很難理解的齁 深真序呢 他應該也點得出來 這個棋他可以贏 只是 他覺得說 這個接啊 是一個先手 實在是太誘人了 你知道嗎 因為接完之後如果黑棋要擋的話 不就等於先手把這棋給救回來 然後我再回到中間的擋 如此 贏得更是漂亮 但小生有這麼菜嗎 他有沒看到柯傑實戰中間的一夾嗎 根據推測 其實他應該是 有看到的 那這邊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這個夾完之後 裡頭究竟有什麼樣的複雜變化 首先 這個白棋一定是必須擋住的嘛 那黑棋如果想要搞破壞 這個打吃是絕對必然的 打吃完之後呢 這個頂 各位 是一個絕對的先手 因為一旦 黑棋把這顆棋藏出之後 未來這邊連接 以及這個連斑 就會形成劍合 所以呢 白棋一定是必須要在中間接住的 那如此你可能會說 老師中間這邊好像有被這一挖完之後 白棋就出現了兩個斷點耶 但其實呢 白棋是可以防禦住的 只要從這裡擋住 黑棋接 白棋再從左邊一接 即可 黑棋如果執意要斷的話 底下剛好會形成一個 沖完一段的雙叫吃 如果你再去吃的話 底下一題 哇 全數呢 震亡 如此呢 這個黑棋當然是不行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稍微倒帶一下到前面 當黑棋挖完白棋接住的時候 黑棋是不能斷 但如果我們把棋接在這又是如何呢 此時 白棋是可以把棋接在這裡的 把自己的斷點全部連好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邊這個打吃啊 有一些怪怪的味道 只是 現在剛剛好 黑棋的這一顆藥紙喔 已經牢牢的被白棋給抓住 為什麼 你看 如果你接 我剛好可以斷掉 這邊是一個 不入紙的形狀 那你接這 我也斷掉 如果你斷什麼的 我就從這裡斷掉 不管怎麼走 只要這顆黑棋死掉 白棋全數都連得非常的安全 所以你說 聲聲序是很魯莽的接住嗎 我覺得未必 他在60秒最後一次的獨秒當中 他應該有感受到 這個街 中間有一些怪怪的味道 可是根據他的計算 他認為 應該是沒有棋的吧 可以撐住 再加上他自己的棋風 本來就是走的 能多撐就多撐 這是他的棋風啊 在最後一次獨秒的催促聲當中 走出了激進 本局最後的一個敗招 就是這個街 回到實戰 但我只能說 道高一尺 魔告一丈啊 看完這個胡耀宇老師的解說啊 我真的只能說 柯傑你是鬼吧 太強了 因為當申真旭 把其接在這的時候 柯傑知道 機會來了 小聲露看了 於是立馬 在中間 一夾 神之旭這時候緊張啊 他想的是 不對啊 剛剛這個圖 我不是通通算好了嗎 白旗擋住不是沒事嗎 但為什麼柯傑敢這麼走 他敢這麼走 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於是 他用了謹慎的時間 仔細驗算 他賀然發現 他漏看了一首 至關重要的一首棋 就是 白旗擋住 黑旗打吃 白旗接住的時候 黑旗不用 先把這個頂交換掉 而是直接在空中一挖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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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棋 真的是 有點難以察覺 各位 你知道嗎 我在研究的時候 我用電腦按喔 我都沒按出來 更何況 深深序是有在 獨秒催促聲當中 時間壓力下 並且他是在心裡面算的 這一步漏看 我認為 行有可原啊 但恐怖的是柯傑 他竟然 早就看到了這一挖 而且他賽後說 其實 在最後收關的時候 由於底下打掃 他已經知道這個棋輸了 但他就是為了 讓深深序走得一帆風順 不經意的接一下 所以呢 他在激進之後的收關喔 都是人家走什麼 他跟著硬什麼 為的就是要放鬆深深序的戒心 讓他走到這裡 然後給黑旗秀出這精彩的一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挖到底厲害在哪裡好了 首先我們要有一個認知啊 這三顆絕對不能死嘛 所以 不能死的話 就只有打底下跟打上面嘛 我們先看打底下好了 這個 黑旗當然是 退回 白旗當然是接住 然後 由於啊各位 沒有這個黑跟白的交換 有沒有 剛剛原本是頂白旗接嘛 沒有這兩手的交換 黑旗可以 直接單接 白旗接住 此時各位 有一個 截然不同的 事情發生了 就是黑旗這一顆旗 竟然是可以 從這裡衝出 白旗擋住的時候 黑旗可以 斷在這裡 各位有沒有發現 現在 白旗 竟然是吃不掉 這兩指 因為 這個地方 剛好是 空 一氣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 白旗 這不入籽嘛 會被提掉嘛 只能打這裡嘛 會被接住嘛 如此的話 上方 奇經被吃 本局就 宣告逆轉 所以這個 柯傑是鬼吧 他竟然還 挖了一個坑 給深圳去 跳進去啊 OMG OMG 那看完白旗 打底下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白旗 打上方 又會是如何 好 如果呢 白旗是選擇 打在上方的話 此時黑旗 再通過 這一衝 這個手順很講究喔 不要擠掉 這個擠 其實永遠都是你的先手 所以我們單重 等對方擋住的時候 我們再一擠 這才漂亮 讓他上方先損 如此呢 中間這個桃 以及這個街 形成劍合 這樣 白旗的旗巾 還是仍然被吃掉 所以回到實戰 深圳去其實應該早就有算到 對方會假 只是他漏看了 保留變化的單蛙 這部其實真的很精彩 很難以察覺啊 他是到柯傑夾下去之後 他再驗算才發現到自己漏看 於是 才有了實戰 兵荒馬亂的單蛙 然後最後 右邊全死 直至中盤 半木敗的劇情 那由於呢 這個地方應該是本局 最最最關鍵處 這個關鍵處 可能是攸關本局 最最最大的勝負處 那我又剛好講錯 真的很不好意思 所以老師呢 獨立再開了一個系列 跟大家解析 我知道我現在的影片 都挺多人看的啦 其實每一次錄製呢 壓力都蠻大的 畢竟一個地方講錯 就會遭到非常多人的質疑 而且我發現我的觀眾 席力大部分都挺高的 所以老師以後會更加注意的 那也謝謝各位其友的指證 以及包容啦 未來 肯定還是有講不對的時候嘛 啊 畢竟這人嘛 對不對 蠻難免會失誤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啦 那我是夏宏林老師 我們就下期再見吧 各位 掰掰 嗨嗨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收看我的頻道 蕭鵬網訓課呢 現在擴大招生 回饋給各位其友呢 第一堂課可以免費世上的福利喔 歡迎大家來體驗 那我們的網訓課程 包含直播上課 回放複習 線上作業 還有線上的對譯 老師呢 會依照各位學員的其力來分班 讓你用最親民的價格 做最有效率的學習 想變強的其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喔 大人跟小朋友都可以上喔